雕首无论是故事套路 演员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现在肯定说了重复自己没创意 但当时就可以了 因为当时的市场需要一模一样的作品 举例 《法莱坞黄金时代》 《修烂·邓波尔》 为什么那么多片子 像流水线生产的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 电视还没有发明出来 观众希望每个礼拜 都能在剧场里见到 喜欢的演员 甚至就是喜欢的角色 那个时候就卖人设 现在每个演员 不重复自己拓展新的戏路 是被电视录像带 VCD、DVD、网络 这些高科技给逼的 现在的短视频 也是把这些明星 拉到了和普通人一样的平台了 故事开始 和蛇星雕首一模一样 也是一段开场沙 白白这回扮演的是一位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终于可以用自己本家功夫了 跆拳道 原版的跆拳道是很能打的 现在学的是改良运动版的 类似我们的套路表演 开场沙完结 又到了我们熟悉的武馆场景 和上一部比明显 资金充裕多了 租的场地大多了 布景也精致多了 龙叔的角色 也不是被人欺负的打工人了 而是五二代黄飞鸿 在他爹的武馆里 可以一开始 就开始整欺负自己的大师兄龙四 这是对红金包有多大的怨念啊 动作戏 一开始就是 上一部蛇行雕首 原老爷子 教龙叔步伐的经典戏 上一部的出彩戏 变成这一部的开场戏 所以还是有进步的 要不怎么是龙叔呢 把角色改成黄飞鸿以后 就不用担心角色的命运了 尽情享受 动作戏带给自己的快乐 接着呢 终于加进了点感情戏 龙叔和师兄们 看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其实是姑娘的豆腐 这种占女生便宜的男主剧情 现在不大多见了 估计会被骂 或者是用在男二啊 牙内啊 这些配角的神尚 这种毛病在当时 是可以被原谅的 年轻浪荡嘛 这个时候的黄飞鸿 还是顽劣的 这个剧本人物成长线 比舍性雕首的更丰富 那个是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飞鸿则是 情商也要增长 刚调戏了两下 就被人教训了 女孩的妈妈 一看就是高手 把龙叔打得满地找牙 跑了 心情超级不美丽的龙叔 刚好遇到了 行侠张义的机会 上一集的隔壁武馆 大师兄仗势七人 抢萝卜城 砸了别人的传家宝 龙叔仗义出手 这段打戏充分地展现出 龙叔的身体天赋 还有戏曲底子 三叉口的动作 龙叔的家具城 王者动作风格 已经快要成型了 回到刚才短视频的话题 明星们先也在玩短视频 但是你会发现 很重要的一点 他们的亲和力特别高 龙叔这个能力是天生的 在配合剧情 龙叔在惩罚 隔壁大师兄的时候 你会看着很过瘾 不会有反感 李小龙揍人是爽 哇哦 龙叔揍人是 呵呵呵呵 开心 龙叔已经完全 找到自己的道路了 这里我们知道了 我们不只菜刀 可以拍算 单刀也可以啊 我拍拍拍拍拍拍 我拍黄瓜 龙叔回家可不得了了 调戏的女生是自己的堂妹 姑姑收拾侄子 还能下手轻了 正在收拾的时候 隔壁无关来了 带着被打成 木乃伊的大师兄来了 黄歇音真的准备下死手 姑姑直接上去拦着 亲姑姑嘛 教训和断血脉是分得清的 他和飞红交过手 知道这几个不是对手 就让外人去教训飞红 龙叔就过去让木乃伊打他 由此而来的打戏 把大师兄带上 伤上加伤的行为 适合抠瞎子眼 扳瘸子腿踹寡妇门 刨绝和缝一样 是非常恶劣的笑调 但是这些在剧情的安排上 再加龙叔的亲和力 观众就笑得很开心 人设得好 龙叔太过顽劣 龙子什么的都被他给整怕了 父亲决定请苏奇儿来叫 苏奇儿是出了名的能收拾人 龙叔一听就跑了 接着就上演了龙叔的经典吃戏 由于没带钱和客人判断几句 准备耍花头测人家一顿 龙叔吃播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年轻嘛 结果这个人就是老板 老板也非常公平 你把我吃的吐出来就行了 这龙叔受到惩罚 也是由于龙叔五二代的身份 家长的他 是他骗人在先 他被这么揍你会笑 上一集的老实人龙叔就不行 动作方面 我们看到是很多武生的经典动作 就在龙叔快被打死的时候 老爷子出手了 师父暗中保护徒弟嘛 老爷子轻松打败刚才 把龙叔揍得死去活来的伙计 也表现出老爷子功夫高嘛 老爷子把龙叔救出来 两个人闲聊 龙叔各种说苏奇尔的坏话 然后老爷子告诉他 我就是苏奇尔 接着就是上一集的招牌内容 老爷子教龙叔功夫 各种花式折磨龙叔 好笑与新奇 不过不同的是 龙叔会偷懒耍花头 人家家传就够了 不用受你这罪 跑掉了 阴差阳错的跑到 淘白白接单子的地方 别人把单子和银票 放到密盒里 淘白白去取 碰巧遇到歇脚的龙叔 白白找茬 而教训了飞红 专业杀手 要人命是收钱的 就收拾了他两下 五指也是趣味型的 龙叔的身材变得 也是精壮精壮的 和上一集一样 龙叔完败 不同的是 龙叔还遭受到了夸侠之辱 还是升级版的凌辱呀 白白还烧了龙叔的衣服 好汉不吃眼仙亏吗 龙叔这个角色 一下就鲜火了 我们知道故事 圆满出寒心的夸侠之辱 这就是我们耳叔能详的故事 本地化 现代化处理 这就是编剧的工作 龙叔决定回去 找老爷子好好练功 老爷子也调侃了一句 接着各种升级的练功模式 这里要突出辛苦 蜕变 上一部龙叔的角色 是想学没得学 出现了救命稻草 肯定拼命 而这一部龙叔是要变强 更接近于学生的心路历程 龙京宝说的 学校里说 血影梗被打的事情 在这部剧里有体现 类似要饭吗 师傅 接着师徒二人 在街上教训了 坑害别人的混混 这位长得像教授的混混 被各种修理 龙叔的两部罪权 虽然是罪 但是都有劝别人 不要饮酒的段落 第二部比较直接 非公职业被工业 酒精烧坏的脑子 第一部则是老爷子 常年饮酒 酒精依赖症 手抖呀 走路不稳呀 没有力气呀 但这些只是和饮酒的人 接触时间长了 才会体会到 比较隐晦 龙叔去给师傅打酒 磕扣了 钱吃了炖好的 给师傅的酒里擦了水 结果被打的叫手 请来了高手棍王 老爷子的酒精一带症犯了 完全不是棍王的对手 龙叔知道自己闯了祸 但是下一个动作 观众就原谅了龙叔 用身体挡在师傅前面 龙叔和老爷子逃走 老爷子也觉得飞鸿虽然晚劣 但是人品还是不错的 最近一直以来 都是在为学习醉拳而做的身体训练 所以把自己的醉八仙传给了飞鸿 镇元摘的完全体也出现了 招式和造型都一模一样 这部剧里的醉拳比蛇星雕首经典 更了不起的是 对于中国武术是有跨时代意义的 虽然大部分招式是龙叔和袁老爷子 还有少班主 自己结合吸取招式创造出来的 他们那个时候 接触的醉拳是红圈里的醉拳招式 再加上元老爷子身手是北派的地道的北京人 接下来就是看我你赚了的系列 醉拳是非常鲜活的武术 练武的人你身边至少有一个人练过 但是国外某百科写的是不可考 醉拳的来源是不可考 甚至还有人说 这就是龙叔为了拍戏创造出来的 这和说我们没有下伤的人是一样的 而且醉拳这个还是有证据的 少林寺剑神余成会老爷子 那一套醉剑耍的 就是堪称国宝 国内某百科关于醉拳的介绍 直接把电影内容给扔上去了 鲜活流传至今的武术有的连一条词条都没有 我这里随便说一个红犬 我们陕西宝级凤响的红犬 历史超级悠久的 但我今天没和你说你不知道我没有了 为啥不知道呢 新厂没拍过目片 再举个例子 考古的传武教练算是武吃级的人物吗 费尽心思找人练锤肘 名字就叫锤肘 不是八级太级的 打法和前两年流行的顿位数一样 人家也是存在好多年了 非常鲜活的小泉种 人家现在也一条词条都没有 这就是今天穿武的现状 而为啥罪权40年前全球人都知道呢 因为龙叔在40多年前 拍了这部叫罪权的电影 让全世界都知道有罪权 且是我们的 更重要的是让全世界人们都喜欢他 这就厉害了 真实的罪权是地挡权的一种 会打罪权的一下就把你拖到地面了 很多地面剂 很多杂鸡 他的罪部和拳击的摇闪非常隶似 这是非常先进的格斗理念 因为正传 老爹这边 黄师傅为了村民出头 得罪了隔壁武馆 这英雄范儿就救出来了 瞎之大者为国问民 对方买白白来暗杀老爹 龙叔这边武功大成 先去给师父出气 把棍王揍了个通透 一些游戏的经典招式也出现了 很多连招都出现 接着最终结局开始了 又是武功大成的龙叔对战白白 为什么龙叔可以把这样一个 大家陌生的公共罪权 用一部电影的时间让大家喜欢呢 首先剧本经典 虽然老套 但经典的男主成两线 龙叔的亲和力 这个是天生的 接着最全独特的设定 喝酒居然能打人 而且喝的越多越厉害 这是违反人类认知的 都是喝酒物是喝酒伤身 这个喝多了伤别人身 而且这个最后还是提倡戒酒的 良心 其次最八仙的招式朗朗上口 动作配合八仙的人物性格 优美漂亮 接着是就像老爷子 和龙叔各种吟 有关酒的诗 最全力融入了李白 星期几期 我们甚至比诗文化 还要早的酒文化 经典的配乐 华丽的动作招式 独一五二 能不叫人喜欢吗 自然文化输出吗 龙叔这部电影有多少镜头 被日漫一比一超过去了 也因为正中 飞红因为学权的时候 觉得和谦姑的招式太娘了 所以就没有好好学 到最后用的时候 在师父的启发下 集中生智 融会贯通 自创了和谦姑的招式 最后也是用了 现在公布片里没有的死招 结果了 白白 其实这部片子 还是很多实战武术的招式的 后面很少见了 影片结束 其实我们也看出了 属于我们文化输出的经典案例 好的能输出的东西 必然有我们文化的独特性 我们也看到了传媒 对传舞传统文化的作用 现在也是到了短视频的时代 也是很好的时代 比如这个视频 就介绍了包括最全的三个小权种 希望能在以后的视频里 给大家介绍更多的小权种 也请大家踊跃留言 这部电影非常经典 是划时代的 有空去看原片